現在的Adee國庫推介第一集是中國國項753 內地出行限制持續放寬 居民打握窗口期 制定冬季出游以至春節回鄉計劃 利好航空古近期的表現 反快短期炒作、订票和航班量上升 而中长期盈利复苏也值得期待 回控认为三大中资航空企业2023年可望纽规为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2月7日公布续清新10条件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明确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不再开展落地检 内地居民出行一大家所摘下 不少人随即释放压益多时出行意欲 12月5日至12月11日 内地全民航執行客运航班有36,000班次 日均有5,000班 较新10条公布前一星期增长66% 并恢复到疫情前33%水平 背控从航空股过去的往迹分析 疫情期间出现两个出行旺季 令航空客运量明显复苏 分别是2020年第三季和2021年第二季 当时三大航空公司的季绩都见到好转 接近达至收支平衡 疫情期间一班航机未必坐满 而现在一班航班往往都能够满坐 两者飞一转的耗油量接近 坐满航机的成本不增 大收入就会上升 产生的利润就会扩大 汇丰又指出 今次内地航空复苏 还有国际班次恢复的利好 随着航企调整班次安排 作为较多的大飞机重回国际线 将会进一步改善国内线的客座率 以至乘客收益率 汇丰现时估计航空股2023年 相会产生利润 并且令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ROE恢复正数 各股选择方面 汇丰首选是中国国航 除了公司ROE预期较佳 亦因为公司疫情前 国际航线的占比较大 加上对国泰航空的持股 令公司在接下来 中港通关 即是国际往来复苏的情境中 更占优势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汇丰5号 随着全球逐步复苏 曾经在疫情最严重时期 大幅萎缩的汇丰工商金融业务 在2022年第三季 占整体经调整税前日利的比例 已经回升超过三成 大致回复到疫情前的三大业务并行状况 虽然美国联储局上星期 将加息幅度放慢到0.5厘 而2023年2月或后几次意识 更可能放慢至每次加0.25厘 但加息时间延长 以至于最终利率较之前 预期有所上升 有助汇丰持续稳定 扩张他们的正利差 摩格斯丹尼指 美国利率持续上升 应支持汇丰的正利差扩张 而通胀优虑舒缓 应该减少市场对过度加息的忧虑 从而缓解对信贷风险的部分忧虑 彭博综合预测 预料汇丰正式差 由2022至2024年可持续扩张 并在期内继续带动整体收入增长 当中2022至2023年 正利息收入按年增幅 更有望保持双位数增长 由汇丰10月底公布季绩以来 中外资的券商 给予汇丰的平均值 目标价是61.56 较汇丰上星期五收市价47元 有大约3成1的上升空间 短期及中期 可以券商平均目标价附近 即大约60元关口 以及65元的水平作为目标 投资者不妨以等待汇丰回至45元 就吸纳 只损位定在41元